下面好多個這樣的故事 招敵兵以內主 舉外事以懸主 你看敵國來了 國軍想不得力 所以各位同學 你如果要做國軍呢 就要有一個本事 敵國來了 你自己去溝通 你自己帶部隊站在最前線 去感受一下那個戰場的氣勢 你敢這樣做 你的部署誰敢這樣騙 尤其是你不敢 你沒有那個能耐 沒有那個能耐就不要做國軍 做國軍最好有這個能耐 否則你肯定是被玩 被騙 苟成其私利 不顧國患看到沒有 不顧國患 你叫敵人來攻打你的國家 萬一那個將軍你沒跟他說好 他真的他進來怎麼辦 那你跟你的國軍講說 你可以從事外交工作 用政治作戰的方式退 所以你們不必派將軍去防守 那如果敵國的將軍算一算 我先答應你假裝攻你 到了城下呢 我真正攻你 我假裝攻你退兵 我拿到一個小城市 到了城下 你們沒有守備 我真正攻你 我把你整個國家拿下來 搞不好我的國軍 封我作為這個國家的 這個小國軍 我利益更大 因為大家都會利益打算 那你是不是害你國家被逆 不顧國患 他只顧自己的利益 所以孟子不斷強調 王和必約利 一有人意而已 否則大家都講利益 結果怎麼辦 結果就是 儒者要好好培養儒者 為國家捍衛將軍 但是國軍 國軍一定要懂得 仿佳這種術 這個術不是韓非子在用的 不是韓非在用的 他是整理歷史上所有的這些故事給你看 你要明白 人家是怎麼騙人 不是要你這樣騙人 你能夠不被騙 是因為你能夠站在最前線 是因為你真的了解民生疾苦 是因為你真正了解 國際的大事 真正能夠處理國際的各種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在看新聞 一下子普丁 一下馬克宏 一下梅克 一下普提 一下川普 一下習主席 一下我們小英 就看這幾個人物在國際上 怎麼樣怎麼樣 每一個人都在做他們自己的表演 國軍就要知道 國軍就要知道 國家自己的真正的厲害關係 你的所有的東西呢 不能夠被丞相帶著跑 好 齊說在為人之夫妻 這個故事 我們下面看個故事 四類 四類之事啊 人主之所以施諸 大臣之所以成施 施諸什麼意思呢 你諸就是懲罰了 可能是殺頭 也可能是懲罰 你這個懲罰呢 是錯誤的 大臣呢 獲得他自己的私欲的滿足 藉由某一件類似的事情 驅警 然後害人 所以四類是講害人 怎麼害人 藉由一些假的事情去害人 好 有反 你碰到一件事情 整個從頭到尾結束以後 到底誰得利 然後呢 誰 這個又被陷害 這樣就能夠理解 這件事情 真正的發動者 是誰 有所害必反常識 民主之論呢 國害 請其力 如果一件事情發生了 我的國家受到損害 我割了一個地點 給了一個款給 打了一場小敗仗 誰得利 我國家之內誰得利 你要想想看誰得利 他可能就是製造這件事情的人 塵害 查其反省 如果你的大臣 這個 受到了欺負 損害 那你就要想想 是誰想要對付他 結果他 果然已經受到損害 那 是不是他真的 做壞事 因而被損害 還是不是 他自己是被陷害 那誰跟他有仇 跟他有仇的人 才會是陷害他 否則 很容易被騙 好 參與之事 亂之所有生 故民主慎之 就是他們 勢均力敵的時候 大臣彼此間 會互相傷害 廢製呢 就是 敵國 把你的內政 透過政治作戰的方式 把你搞亂 廢製 最近 美國在炒通勒門 馬克宏也在炒 這個普丁 你是不是有操縱我們法國的選舉 很標準的廢製 我所伸到別的國家的內政裡面 第一支所謂 在銀查而救迷 什麼叫銀查呢 厲害的人 我讓你去跨一個人 什麼叫救迷呢 很爛的人 我讓你做大官 主人不查 則敵廢軍 國軍也沒有搞清楚 你下面的大臣 好官呢 就被搞爛了 壞官呢 就通通塞到你的旁邊了 那你呢 這個國家呢 就沒救了 好 我們看示眾 示眾人主之冤 這個國軍 你就像一條魚一樣 魚不可脱於冤 好 大海水 大湖泊 就是你生存的空間 君者 示眾之魚 國軍就是那一條魚 魚離開了水 魚就是死了 所以呢 國軍呢 同樣的道理 離開了他的權力 好 視眾魚成 不可負 收也 你的 視就是由上往下 你是上他是下 所以你有那個視 這個視呢 力道萬軍 如果這個力道萬軍的重量 被你的大臣拿去用的話 那你就收復不回來 他妹子說 古之人呢 南正遠 故托之於魚 我覺得這句話也詮釋的蠻好的 就是老子講話 他不跟你明講 明講了呢 太露骨了 露骨的結果呢 會直接捨棄到當事人 那自己可能很麻煩 對於盡量講哲學的話 哲學的話就是很抽象 魚不可脫魚 因為 國之利器不可以赤人 國之利器不可以赤人 就是我要賞誰 不能讓我的部下先知道 我要處罰誰 也不能讓我身邊的人先知道 否則他們就去恐嚇人 去要好處 那人家怕的是怕他 感謝的是感謝他 那我這個控制 賞罰二兵 就失去了他的自由 好 賞罰力氣 韓非已經講過太多次了 賞罰一定要出自領導者自己 軍操之以致臣呢 但如果被臣拿去的話呢 就得知永主 就擁有了跟主人 國軍一樣的權勢 共軍先獻所賞 在吃飯的時候 我覺得誰非常地好 我決定要重重地賞他 下個月的動員樂會的時候 你們請某某某教授來 然後呢 我感謝他 寫了一篇論文非常地好 好啦 結果 國軍身邊的大臣 或者是侍衛 就發個短訊 給那一位教授 教授就感謝這個侍衛 感謝得不得了 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能夠洩漏出去 均先獻所賞 成 欲之以為德 什麼意思呢 把這個消息賣給那個對象 這個恩德是我給你 那以後這一位被賞的人呢 就跟這一位傳送消息的人呢 緊緊的綁在一起 各位同學 傳遞消息給你的人 很可能就是害你的人 很可能就是要勒索你的人 傳遞消息給你的人 未必是做這件事情的決定的人 通常不是 通常不是 大家不明白 傳遞消息給你的人 只是想在你面前邀個功 他其實是藉機勒索你 那你本來就擁有那個東西 你被中間人勒索了 你還感謝中間人 你要知道誰才是真正的決定主 你要感謝是那個真正的決定主 不是中間傳消息 好事之徒 說可以幫人家擺平很多事情 其實他只是到處跑到處跑 知道比較多的訊息而已 他沒有幫你擺平任何事情 他要陷害你還非常的容易 他跟你索取回報回扣 你都是擺給他 但是 你可不可以不給呢 最好還是乖乖的給 他為什麼會得到消息呢 因為有一位大嘴巴黃 這小人要嘛就是國軍IQ很低製造出來 要嘛就是國軍欲望很大製造出來 小人 小人常常是領袖的欲望的代理 小人也常常是領袖的弱智造成的代理人 但小人用那種方式掌握權力 你是個君子 那種方式得到權力 那種方式 那種戲 你會演嗎 你演不出來那種戲 你那麼正直 好物性 都表現在你的臉上 中校仁愛心意和平 李依蓮子四位八德寫在你的臉上 那種事你做得出來嗎 你做得出來 所以有時候要覺得非常的感叹 就是領袖呢 實在是不行 各個國家領袖都不行的時候 怎麼辦呢 有一個辦法 莊子就是你的出路 所以我閱讀韓非子 越想念莊子 真的只有莊子能夠去啊 哪一個國軍是聰明的 通通明的 我們一直看就會越有這種感受 軍先獻所拔 他就是慢 欲知以為威 跟你講 我提醒你 你還不聽 你看 災難來了 國軍說 我要判他 十個月的徒刑 國軍要判你十年的徒刑 怎麼辦 好 給錢你 給錢你 錢通通給你 好不好 我看看講一講 結果 改判十個月的徒刑 這種事情太容易做了 傳消息的人 通常就是製造你恐慌的人 通常不是好人 你是一個正人君子 你不會幹這種事情 小人 通常會幹這種事情 但重點是什麼 國軍 賞罰 不可以先獻 賞罰 賞罰就是你的赤 賞罰就是 你是一條魚的話 它就是那個水 魚不可脫穎 因為 國之利器 不可以赤 什麼是利器 賞罰 但是很遺憾 國軍通常很懶惰 但是很遺憾 我們今天不是講 敵國廢製嗎 別的國家 要垮你 就先讓你的官員 你懶 各位同學 你的部署 就要把你弄垮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跟你吵架嗎 太累了 滿足你所有不當的欲望 那你所有該做的事情呢 都他在做 有聽明白嗎 滿足你所有不當的欲望 你所有的利器都用在 吃喝玩樂上 都快快樂樂的過路 你所有該做的事情 都他聽不出 學弟就沒了 國之利器也不可以吃了 好 靖國軍在齊國做展相 碰到他的老朋友 很高興跟他聊起來 還耽擱了正式的行程 在路邊的小酒館坐下來 聊聊了好久 講講家鄉時候 小時候的事情 靖國軍離開之後 他這位僱人 也是到首都來討生活 他那個小酒館 立刻抱回 每天呢 顧客都很多很多上來 想要呢 這個 想要攀遠靖國軍的人呢 都認為說 這個僱人可以直通靖國軍 所以做不完的生意 收不完的賄賂之類的 以僱人久語 僱人就富了 這是什麼 上給你一 下就會得到大 這是什麼 是 這就是是 懷左右刷 左右重 給自己身邊的人 一個小東西 身邊這個小東西 這個是誰誰誰 給我的 不是誰誰誰 就是誰啊 就是他給你 老闆 那他就顯得跟其他的幹部呢 好像他更有辦法 一樣 酒語 或者是懷刷 這都是很小的東西 都還能夠讓 這個 這些人 變成 富翁 智富 或者是獲得 好像更大的權力的影響力 更何況 你想把 政策 戰爭 外交的權力 讓你的 官員 部署 那他的 力量也不是更大 好 不過韓非子這樣講 也必須處理一個問題 國軍 畢竟不是超人 本來就是要 讓 官員去做 國家的各種的 事情 那怎麼樣宏觀調控 官員發揮長才 但又不會奪了權 那這裡頭 國軍還要有一個 這個管理上的 智慧 那關鍵可能就是 閃罰 而不是政策的奔罪 所以 閃罰的時候呢 你要 意志堅定 你要 狠得下行 要 忍得下 該閃 該罰 要罰 政策呢 那麼多不同的部會 部會 你怎麼可能每一個部會 你都了解 很深刻 但你要 有判斷 細節他告訴你 執行他來主持 點頭同意 他如果沒有做到他說的 你就一定要罰 不要 再而三 給他機會 那結果你就管理不來 這麼大的一個機器 好 靖立功 六親貴 序童 長魚角 跟他講 六親貴就是 部屬 大臣呢 掌握了太多的權力 恐怕呢 國軍呢 甚至沒有過會 法令就發布出去了 跟他講 大臣貴重 敵主爭士 他的權力 直逼國軍你 幾乎是全國範圍內 他說了算 而且呢 爭著做事 各位同學 懶惰重呢 是推事情 但是有權力野心的人 是搶事情做 搶事情做 有點太老 我快要了解 搶事情做 因為搶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搶權利 其實不是 風亮的 然後 搶事情做 就是搶什麼 搶權利 搶資源 至於事情有沒有做好呢 我常常講 還是要領導自己 到底有沒有行政經驗 一個單位 一天單位 有一百件事情在做 你能夠把這一百件事情 交給誰 你這一天的力氣已經用完了 你沒有那個力氣去知道 這個誰做了這件事情 這一百件事情 他做到什麼程度 做好了 你沒有那個力氣去確認 所以 他獲得 你把這件事情交給他的 這個權利 他就已經得到所有的資源 事情他未必有做 他只是在搶資源 總是答應你可以做這個事情 做那個事情的幹部 未必是好幹的 總在你講要做什麼事情的幹部 不會是好幹的 什麼事情他都會發言 什麼事情他都要參與決策 未必是好幹的 他只是在講權利 轉過來 他就在嚇唬 恐嚇 因為他有很多權力 可以手伸進去 各個部會 各種事情裡面 然後呢 外事訴黨 對外 把國家的資源賣給 最簡單的是賣消息 別人就會給他利益 對內呢 解黨 這一群人 你們都跟著我 吃香喝辣 不跟著我呢 那你別想升官 下亂國法 有人犯法 我一通電話 就沒事了 上 你截主 國軍呢 而衝怒民 但結果的而不衝怒民 什麼訊息都被折斷 國不為者未嘗為 當一個國家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呢 你國家就危險了 這六親 鑽善 爭窮 互鬥 為己私 好 這個盡力功效 對 你講的有道理 諸三親 有六親 諸三親 結果 常語角又跟他講說 這六個人都同罪 都一樣子壞 同罪之人偏諸而不盡 懷怨而戒之間諜 另外三個當然也知道 你對他們已經不信任了 你對他們三個跟 對被你殺掉那三個呢 是一樣的 只是你還沒有動手 對我動手 你遲早會對我動手 偏諸不盡 他知道他該被你動手 你遲早會對他動手 懷怨 你給他機會 什麼 反擊 紀力功說 哎呦 吾一招 已經疑三親了 你不忍進 這就是什麼 該罰的時候 你要忍得下心呢 我不要講發狠 發狠不好 發狠是做壞事 但你要忍得住 好 就痛 但你要真的能受 所以你不能罰 那你也沒有辦法有效控制 好了不忍進 結果呢 公不忍之 筆將忍公 你不忍諸他 他可捨得 對付你喔 筆將忍公 他們敢對付你喔 公不聽 三個月以後 諸親團結起來作難 遂沙利公分其地 好啊 說這麼 因為他知道你已經 不信任他們了 他們知道 你就是要對付他們 結果你除惡沒有誤盡 你給人家反擊的機會 那這個故事是什麼 就是什麼 就是軍界 我們現在都在講權界 你的權力被分了 國家一定危險 結果國軍要反擊 結果呢 做一半 做一半 用罰就要徹底 你不能做一半 最後害到的事情 諸侯向金 貴而阻斷 這故事很有意思喔 地位崇高 什麼事情呢 專善而起 也不報告我們國軍難 幾乎是這樣子 金皇就是楚國的國軍 對他呢 嗯 有一點點懷疑啦 他這個人是不是 做事專善 不通人情 這個 蠻上 七下 就問左右的人 左右說 沒有沒有沒有 他這個人好得很 他對國軍效忠得很 在朝廷之上呢 言必已稱國軍 講到國軍的時候 都恭恭敬敬的 這樣子 然後對於呢 其他的大臣呢 都非常的有禮貌 理邪下誓 我們楚國 這個幾百年來 沒出過這麼好的宰相 如出一口飲 什麼意思呢 左右的人呢 全部收到了好處啦 他做宰相 我們吃香喝辣 你楚王的權利算什麼 對我來說 一點都不重要 周侯做宰相 我想要的什麼都有 在外面做威作福 在朝廷裡面 干領豐厚的酬勞 所以皇帝問我 國軍問我 我就替宰相說好話 這團妹子前面就有講過 這個怎麼樣 這個 國軍會失去權力呢 反正是八間 八種 在你身邊偷走你權利的管道 其中一個管道就是左右 左右 左右伺候你的這些人 都已經被人家買走 好 這個故事更好笑 焉人無禍 這個人齁 就是精神正常 他沒有神經病喔 卻用狗大便洗咋 這個故事太好笑了 焉火人 其妻私通與世 就跟別人要跑 老公從外面回來了 那這個別人呢 剛好從屋裡走出去 這個老公說 這誰呀 他太太說 沒有人啊 問主任說 剛剛不是有一個人走出去嗎 主任說 沒有啊 然後他太太就跟他講說 老公啊 你是不是在外面叫刷到 這樣很危險喔 他要想辦法幫你晉升一下 聽說啊 洗狗屎澡 能夠幫你除障礙 他就跑去洗狗屎澡 下面那個更可憐 好 這個故事告訴我的 你是主人對不對 你的左右怎樣 只聽你老婆的道理 為什麼 你老婆照顧你的左右 你沒有照顧她 所以你老婆掌權 他們就有好日子過 所以涉及到你老婆的利害呢 他們全力維護 至於你的利益呢 三個字不重要 各位同學 一個國軍的利益 身邊的人認為不重要 這個國軍是 不當假的 下面一個故事 這個人更可憐 為什麼更可憐呢 因為前面一個故事呢 只用狗屎洗澡 後面這個故事呢 就是狗屎馬屎牛屎雞屎 豬屎之類的 驗人李季號已出 其妻思有通於事 這個李季號 即突然回家 這個人呢 在屋子裡面 他老婆擔心死你 那旁邊的這個下人 其事復約 就是他的管家 就跟他講說 沒事 我跟你出一個主意 你就讓你的這個朋友呢 你的男朋友呢 衣服也別穿 頭髮也別梳 像鬼一樣從裡頭走出去 這樣子 我們會假裝沒看法 所以男朋友公子 就從其寄 很快的事物這樣走出去 這個男主人說 所有的家裡的下人 有人嗎 沒有人嗎 我沒有看到人 那我見鬼了嗎 好可怕喔 對 你見鬼了 大白天見鬼 你到底是外面幹了什麼事情 回家見鬼 為之耐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取古生之屎欲吃 所以雞食 豬食 牛食 馬食 牛食 那樣子 好吧 好好的洗一下 一杯玉以南湯 那這是這個 基督的人 可能他不忍心說 他是用五種草藥 混合起來幫他洗 那這樣就好一點 好 這不是重點 好像也不是重點 重點只是告訴我們一個道 好 作為領導者 你的權利 被你旁邊的人分了 所以人不跟你講實話 你這個領導者就是假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很簡單 賞罰不出於你 關鍵只在這裡 如果賞罰出於你 那這些下人呢 不敢忙著 因為賞罰不出於你 那為什麼賞罰不出於你呢 那你就懶惰 你就懶惰 所以做伯君要非常勤勞 你的宰相一天 工作 十六個小時 你要一天工作二十四個小時 你要比他更勤勞 好 這個稅二 稅二講的就是利害關係不同 國軍的利益跟丞下的利益是不相同的 所以丞下呢 常常就會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出賣國家 然後呢 只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 好 那現在十幾二十了 那我們休息一下